其实正因为是二婚才要珍惜来自不易的幸福 不要重蹈覆辙 执迷不悟 不要把对当初的婚姻对待现在的婚姻 因为人与人是不同的 对待感情的方式也会不同 一 两个人一条心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在迎接第二段感情婚姻的时候 希望这个时候你自己心里清楚 不要总是在你们父亲吵架 闹不合的时候 拿前段婚姻和这段婚姻相比较 这样只会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再次发生破裂 所以你们两个人如果真的决定要在一起的打算时 就需要你们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 道路上的坎坷都要一条心 只有两个人能够打开心 紧紧相连 彼此敞开心扉 什么事情都记得和对方商量 这样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以至于走到最后 啊 和前夫保持一段距离 很多二次婚姻毁就毁在了这里 虽然和前夫离婚了 但他们之间还有孩子需要保持联系 在有些人心里觉得和前夫见面只是为了孩子 所以没必要和现任老公说 在现任老公看来 这样的婚姻也是不会长久的 所以再婚的两口子 要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 就要把自己内心深处的话和现任老公说 因为只有当你说出来了 他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藏在心里面只会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裂痕 彼此之间才有隔阂 只有把心打开才会让对方也真心对待你 心与心才能结合到一起去 才能幸福完美的生活下去 三 情与沟通 善与理解 二婚夫妻在一起需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他们总是会因为外界的话语 而使他们内心深处无法沟通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 无论是结婚的 没结婚的 再婚的 都要知道 无论在做什么事情 都要记得与人商量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肯定顶不过多人的力量 多一条出路 很多二婚两口子 总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去和对方沟通 或者是把对待第一段感情的态度 来对待第二段感情 这个时候你要记住 和你在一起的这个女人 不是当初的人 所以对待不同的感情 就要学会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对待 只有这样 你们夫妻二人的婚后生活 才会过得丰富多彩 充满爱意 是 具有责任心 很多男人都没有担当 总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都会把矛头指向你 从来都不会考虑到你的感受 就算她做错了很多事情 但是在她看来都无所谓 总是你们闹不合的情况下 拿你和前妻相比较 无论你对她再好 再怎么努力 她还是会一直抱怨对你的不满 整天只知道和朋友出去玩 就算有空闲的时间 也不会抽出来陪你 在你难过伤心的时候 她也不会去安慰你 这样的男人不值得让你用心对待 相反 你对她再好 她也只会变美加厉的对你 使唤你 具有以上这四点的男人 如果你遇到了 请记得好好珍惜 因为现在的男人 真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还有他们真的已经应该 真的不太适合 摩 rose 今天才可以